今年的金马五十把最佳剧情片 颁给了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 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都在脸书上 表达了祝贺喜悦之情是异于言表 今年评审团主席是由国际大导演李安担任 许多的评审也胜在 这次因为李安的国际事业 让金马奖有了更多新的思维 爸妈不在家描述的是 金融风暴下的新加坡 一个小孩跟飞庸的故事 虽然说是小成本制作 但是因为他们充满了温暖的人性关怀 因此得到了肯定 更给了新加坡电影界好大的鼓励 金马奖辉宏的气度 也再次证明自己是华语电影界 最有公信力的奖项 期待下一个金马五十 越来越精彩 我是林依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大千舞台感动人生 请君锁定任性日中 请君锁定任性日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